我看到最新的報導 其實對於港府抗擊疫情的表現 最近的滿意度是回升了9個百分點 是基於近來疫情的一些新的發展 比如說他們包機接回這個鑽石公主號 和滯留武漢的港人 比如說感染個案的增速是有所降低 比如說恐慌性的搶購有所緩解等等 另外林鄭和港府的其他的44名官員 是一起捐出了一個月的月薪 這個總額達到了1000多萬港元 財政預算案中也有一些幫扶紓困的措施 就挽回了一些民意吧 那蔡英文政府應該說是比較早的 採取了封關和禁止口罩出口 這樣的一些措施 台灣的病例總數確實控制的比較低 大型活動也取消了很多 這些我覺得都是各有亮點 另外我覺得說到女性的政治領導人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人物 也是葉斌剛才提到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我們知道她2月初就到了這個一線 是這個25人的中共中央政局裡面 唯一一個一直呆在一線 而且她也正好是這個25人的 最高領導團隊裡唯一的一個女性 那孫春蘭她的履歷其實挺有意思的 她長時間在湖北省工作 她非常了解這個疫區的情況 然後她又是主管文化教育和公共衛生的 然後她以前呢是出身東北 這個一線的工廠 所以相對比較接地氣 而且我還覺得她的角色和作用有一點像另外一個 中國著名的女性領導人就吳怡啊 她也曾經是中國中央政治局裡面唯一的女性 而且她領導抗擊了2003年的SARS這個戰役 還有一個數據就是1949年至今 這個中國成立了67年多 中國的中央政治局裡面至今只出現過6位女性 但是她們得到的報導和注意力我覺得相對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也是可能男權社會中比較常見的這樣的一種忽略 我希望今後能夠有所改善